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重新替以色列人行割礼 于是耶稣亚造了火石刀 在割礼山那地方替以色列人行割礼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所有的男人都受了割礼 但是他们在旷野流荡的那四十年间 所生的男孩都没有受割礼 四十年后当初离开埃及时 能作战的壮丁都死了 因为他们背叛上主 上主曾经发誓不准他们看见 他向他们祖先所许诺 要赐给他们那牛奶与蜜的肥沃土地 这些人的子孙从来没受过割礼 耶稣亚就替这新生的一代行割礼 行割礼以后 全体人民都留在营里 等伤口痊愈 上主对耶稣亚说 今天我除掉了你们在埃及 以色列人民在吉甲杂营 那一个月的十四日晚上 他们在耶利哥平原守逾月节 第二天他们第一次吃到迦南地的土产 有烤的麦穗和无效饼 那天玛纳亭子降下 以色列人民不再吃玛纳了 从那时开始 他们吃迦南地的出产 当约书亚依照神的交代 算你以色列人的代表 台约会经过约旦河 河水都被阻挡 以色列百姓都这样顺利经过 这样的神迹奇事 不是要彰显以色列很强 这是要证明上帝才是全地掌权的主 是天地的主宰 而其他原本住在约旦河西的亚摩利人 和靠海边的迦南人猪王 也都闻风上来 因为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军队不强 但是在他们背后的神 最超越一切的神明的 他们虽空有强大武力 也无计可施 这种超自然的神迹 使迦南地的诸王无力还击 身为基督徒 我们是否领受神的话 按照神的吩咐 如同约书亚去行 我们就不用担心 各样的难处 敌人的攻击 不论这样的敌人或是危险有多大 我们的神总是超越这一切的 而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 上帝要以色列百姓行割礼 这表示要以色列百姓与神立约 他们是属上帝的子民 因为出埃及在旷野之后 就没有做这样的事了 上一代有行了割礼的人都已经死亡了 这一代是新的一代的百姓 要与神再次立约归与神 要知道 他们是要准备去攻占迦南地 可能在行割礼之后 身体方面会属于比较弱势 但是他们是照着神的吩咐 不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担心怀疑 想想看有时候我们会 怀疑上帝安排 可能我们会对不合理的理性的吩咐 提出抗议 可是神的作为 是超越我们所求所想 当我们愿意顺服 仇敌就闻风上胆 当我们背逆 反倒是自行不义的路 甚至 是仇敌上胆呢 我们却担心害怕吗 不管你目前在哪一间教会 我们应该顺服神的带领 能够为教会领受神来启示来带导 使教会进入个丰盛 靠主得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